最多可以使人一起玩的 8-bit 像素風派對遊戲新作 卡瑪動物園 Harma Zoo 我們要在一片黑暗有限的視野中一起合作或競爭 人多嘴唾的情況下關卡還會越來越困難 以充滿混亂為主打玩法 是不是讓人想要來考驗一下友情了呢 我們可以選擇超過 40 種角色 每種角色都有專屬的特殊能力 透過各自能力在 2D 畫面構成的關卡中 同心協力合作或展開算盡機關的競爭 在合作模式中所有玩家要在一起合作奔向終點 每通過一個關卡難度就會節節高升挑戰每個人的極限 而且環境會根據玩家人數跟選擇的角色而改變 就算是同樣的人數和角色也幾乎不會玩到相同的關卡喔 還能犧牲自己跳到尖刺上 在玩家死亡的地方就會形成墓碑 讓其他玩家踩著你的墳通過關卡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 Over My Dead Body 呢 再搭配上遊戲獨有的 Karma System 只要成功幫助他人就可以獲得 Karma Point 可以用來解鎖新的角色 最終將大家累積的 Karma Point 進行結算後 就會變成一棵漂亮的大樹 看起來超有成就感的 而對戰模式我們要在一連串的比賽中跟對手競爭 不管是橫向還是垂直畫面 當十個玩家全都聚在一起 那畫面只能說是混亂邪惡啊 來自法國獨立遊戲團隊開發的卡馬動物園 Karma Zoo 預定在 2023 年下級發行 就讓我們持續關注後續情報 好棒喔